国内新冠疫情日趋稳定 但是手足口证病毒再度来袭 确诊病例和2019年同期的 3万多宗相比增长了超过一倍 截至6月4号已经是累计8万宗 卫生部部长凯里派定新丸 指手足口证是一种季节性传染病 预料未来两三个星期内 就会开始放缓和下降 国人无需担心 卫长凯里今天在击打苏丹后 巴西亚中央议院接领日本政府捐献的医疗器材后表示 今年的手足口证发病率异常凶猛 主要是因为孩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几乎两年足不出户 对抗病毒的能力趋弱才会出现大量病例 不过随着患者的病情转向轻微 说明已经步入高发后期 预料情况两三周内就会好转 另外针对市场上一些家用常备药物供应短缺的现象 凯里说初步鉴定 只是部分地区出现特定药品不足的情况 并不是全国范围 为此卫生部已经指示大马医药协会 追查药物缺货的种类 并寻求替代药品应急 政府会视情况从国外进口药物解决问题 我会向明明说 凯里重申 政府医院和卫生诊所的药物供应充足 目前只有私人诊所和药行的部分药物缺货 包括感冒 发烧 头痛 咳嗽等普通药物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